休旅车和轿车对撞坠入大排水沟 车上八人紧急从后车厢逃生 两车三个小孩五个大人全数逃出 还好都只有轻微挫伤和撕裂伤没有大碍 妹妹有个小孩吗 妹妹有个小孩 回到车祸现场 黑色休旅车被吊挂上岸 车门凹陷 车头轮胎全是烂泥巴 红色轿车更惨 车头几乎撞烂 保险感脱落 零件外露 小孩的玩具散落一地 28号上午11点 黑色休旅车车上再三个人 准备左转上国道 红色轿车车上五人 要执行往市区方向 双方疑似都没有注意路况对撞 两车直接翻进沟渠 车祸发生在南投草屯交流道下 两车对撞